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黄梓东 那今天是12月24号 今天是平安夜 虽然是一个我们台湾人都会过的一个节日 但是今天的盘式 也不光是只有今年 按照过去的惯例 外资放假 投资人的信心消退 或者是兴趣不足 盘式就容易走今天这样的情况 因为昨天美股表现得还不错 那我们今天台股最高 是有过18000 等于是一个历史新高 但是今天中场又压回到17961 尤其是你看上柜的现行 以及上柜的涨跌加速 你会感受的更明显 因为我们每天都贴在盘面上面 所以我们很清楚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是大家喜气洋洋 结果你发现主力在做什么动作 散户在做什么动作 我们今天先做一个总结 其实主力在这个地方 他们没有跑光 他们只是先空手观望一下 不护盘 因为今天已经是礼拜五了 他也知道散户可能会先做一个 获利了结的动作 俗称的周五做空日 所以他们今天干脆先放手 那只要主力没有撑住 基本上盘式就容易走成这个样子 所以今天开盘 如果是今天去抢股票的投资人 那大概可能结果不是太好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先来总结一下 这一段期间我认为 你不管是操作股票 或者是超过期货 你应该有的进出场的节奏 刚好礼拜五嘛 我们就做一个总结 六日你可以好好修正一下 你的操作实务状况 那有兴趣的话 我们今天不放重播 你可以去看我这个礼拜一开始 12月21号的时候 那天的节目 因为12月21号 你可以看后半段 如果你是对于个股有兴趣的话 前半段我在讲期货 后半段整集的节目 我只讲一档股票 2476的巨翔 好巨翔我有讲过嘛 我们是在什么时间点买的 做一个复习 我们是在12月17号 到上个礼拜五 我们挂59.7 买进2476巨翔 这一档股票 我有教过投资人 怎么样看正确的讯息 或者是人家的假讯息 就是如果我在轰天雷上面 写我的名字 后面这个地方是空的 那99.999% 那是假讯息 因为为什么 你连哪一组会员都没有标示 你敢这样子 不敢这样子呈现 去面对观众 那可能那一组会员根本就是空的 没有人 第一个 我们人数最多的普通会员 买进2476 59.7 买进巨翔 那买进这档股票 你可以去看我内听的节目 我有告诉你说如何精进自己的交易节奏 就是你要有一套自己的工具 找寻最佳的买点 图在这个地方 我这个是影片的截图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在讲这张图 第一个 12月17号来到最佳买点 59.7 大力光概念股 那最近因为金属价格是跌的 其实对于模具厂来讲 本身也是一个利多 参考一些辅助性的指标 例如说CV指标 AD进出或限 这个地方我们先讲一下 因为你可能会认为说 这个礼拜 其实有很多标股 比如说像巨翔 涨这个样子 你应该是很希望 你每挑的股票 都是像这个样子吧 而不是说 好不容易 你前面这档股票 你可能在这个地方 听别人讲 12月10号 可能12月初 你就先买进了 后面有一个小压回 然后你开始烦恼 应该怎么办 然后你会认为说 那可能只是区间 在下源线 如果有撑住的话 我在这个地方 跌破我再出 来到这个地方 我赶快解套 我就赶快卖掉 结果你发现 这个礼拜后面的这两根 才是最精彩的部分 那所以我讲 我说有一些指标 比较适合区间型 或者叫做 我们称之为右右班指标 因为你会说 我参考一些辅助性的指标 你会说 我有交易策略啊 我参考 譬如说什么 KD指标 BIOS指标 那些指标 有的时候是适合用在区间 有的时候 以现在来讲 根本就是右右班等级的 因为它没有统计筹码 所以你会认为说 有一根红K 就赶快出 因为KD已经超买了 但是你不要忘记 如果主力 尤其是在第四季 它如果要针对一档中小型个股 做价的话 是到今天 今天虽然盘式不好 可是还有一些个股 目前为止 仍然在做价 等一下节目后半段 我们会讲 那你就知道了 这个很明显 是主力在做价的一档个股 好 你就要参考一些 比较进阶型的指标 所以我在我的节目上 曾经跟投资人介绍过 CV Tracking指标 还有AD进出货线 你要每天去观察 它现在是在进货 还是出货 那CV Tracking指标 基本上就是要融合量 融合筹码 你才可以算出来的 一个辅助性指标 2476 这个礼拜 我们基本上 就讲这一档股票 当然我们手上 不是只有这一档 只是我认为 我节目的呈现 我光跟你讲一档 我们就来验证 就这样子就够了 不是每天跟你 秀个五档十档 明天拿对的出来 那这样太容易了 所以我们往高难度挑战 12月22涨停 12月23号这一档股票 几乎也再来到涨停 也就是说 如果你当初是挂我的价格 什么价格 59.7 好不好 因为我说我买股票 有些人会跟你分析基本面 分析基本面对不对 我也看基本面 有人会说 我讲的这个东西 进出场点位是技术面 所以代表我不看基本面 有可能吗 问题是基本面 有可能耽误个三个月五个月 或者是基本面 已经反映了所有的利多 像这段期间 我相信市场上面 一定有人跟你讲 船产航运如何如何 因为航运的本益比 其实真的非常低 如果你要说基本面 这个地方你抱长线波段 没有问题 但是你看今天的航运 没有行情 现在的投资人 其实比较没有耐性 我相信你买股票 你研究基本面 其实不是为了跟任何一档股票 长相失守 你研究基本面 只是增加买进的信心 我们说实话 其实是这样 你不要骗 最重要的是 就算一档股票 我们讲真的 一档股票 我们假设具象 它没有基本面 如果我告诉你 一个礼拜之前 你知道它会长这个样子 你买不买 你照买 因为你研究基本面 只是增加你买进 这档股票的信心 重点是 现在台湾人 大部分的人 绝大部分的人 买股票 基本上都是为了赚价差 你是为了赚这个而来的 具象你是为了赚这一段而来的 你是为了赚价差 所以你才多做功课 去研究基本面 单纯研究基本面 有没有办法在市场上面赚钱 我已经实证给你看了 是没有办法的 面面俱到 才能够在市场上面 成为长青数 这档股票 因为上个礼拜 我们有花比较多的时间 在跟投资人讲 也讲了一个礼拜 你自己去验证 你可能会发现 老师 那具象 今天怎么没有涨 你可以做一个 获利了结的动作 因为你也知道 今天有没有高点让你出 有 有没有在平盘之上 因为你知道 今天是周五做空日 所以等一下有时间 我们也稍微带一下 指数期货的部分 来另外一档 看好了 59.7买进247的巨小 你今天闭着眼清楚 基本上都是将近30%的获利 另外一档股票呢 今天稍微给力一点 我有说过 我说这段期间 如果你要找寻个股来做 基本面当然固然重要 可是有一些中小型个股的题材 其实目前为止 你还看不到营收 但是你就要先行做切入 前面我再跟你研究 2457的飞红 这个我们买进的点位 因为第一个 我们先维护会员的权益 我买进的那一天是黑K 而不是12月10号爆亮 红K的那一天 不是那一天 我买进的时候是这样子 38.9 我是2457飞红 38.9的时候买进 不是这两天才在那边跟你讲说 你看这个地方你进来追 什么样 我不是在这个地方跟你讲的 我不是在这个地方13号跟你讲说 因为它爆亮藏红 过前高 那个是幼幼般的技术分析 突破形态嘛 谁不会看 好 那这段期间 一直有人在讲这档股票 我跟你讲这档股票的时候是 我们看基本面 其实你看营收 因为你可能会说 基本面很重要啊 可是它切入壳排充电桩的这件事情 营收反映了没有 还没有 而且那个时候我在跟你讲 飞红这档股票的时候 其实我就跟你讲 他还没有发布了一个正式的新闻稿 说他切入壳排的中电桩 没有 我也不是去哪里探听一些小道消息 不是哦 我做节目 我们就是开大门走大路 只是我推估这件事情 八九不离十 做股票其实没有百分之百的 只是八九不离十 基本面又还没有出来 但是你就必须要先行卡位 你就要先研究一个产业 预估它的未来 这才叫研究基本面 这才有价差利润空间可以赚 不然为什么钢铁航运你看说 它好像基本面真的好像还不错啊 为什么没有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摊在阳光之下 你知道我也知道 全部的人都知道 请问它中间还有利润可以赚吗 答案是没有的 从没有变成有 从未知变成已知 这段期间 基本上就是你获利的来源 就是吃这一段 没有说哇 等到它的基本面反映了之后 你才跳进去 那这样子你就是最后一只老鼠 这几张股票今天是礼拜五嘛 我们就做一个总结 这些股票 因为我说这段期间 如果你要操作股票的话 有一些交易策略 也不是说到今年年底 12月31号就结束了 因为财报工窗期 我们推估主力想要做价的心态 会延续到明年的第一季 所以你可以先来试试看 我们这一套交易风格 试试我们这一套交易策略 我说这段期间你搜寻小标股 我至少给你三个方向嘛 有的时候我们要先维护会员的权益 但是你可以用这些技巧 去挑选属于你自己的标股嘛 第一个我说这段期间 已经不是看未知 已经不是看外资 甚至不是看投信 因为前面我有讲过 我预估 接下来下一个礼拜 其实投信会卖超的更严重 其实有些分析师在讲说 外资不准 因为外资去放假了嘛 这件事情大家都想得到 有些人就会说那就参考投信 没有喔 第四季按照惯例 通常投信是卖超的 买超最多的 其实照惯例是在第三季 那这个地方我们点到为止 也不要去拆人家的台 只是我跟你讲 你搜寻小标股三原则 你要搜寻的是内部主力 是业内主力 因为真正会做电子股的 中小型电子股的 其实是我们的业内主力 股本小或者是有富爸爸 第三个就稍微反市场操作一点 你营收可能看不出来 但新题材 这个新题材也不是说 哇这个应用从来没见过 而是本来没有的 突然变成有的 再讲哪一支 再讲2457的飞鸿 用这几套标准 参考例如说CV trucking指标 VD进出货线 前面发生了V型反转 去做这样的股票 我认为其实都有一段 获利的空间 但是今天你可能会认为说 今天的气势好像稍微没这么强 因为在这个市场上面 我稍微推估了一下 比例我不是很清楚 大约占5% 这个市场上面大概有5%的人 从1万点 距离很久 1万点到今天1万8 每天都在喊崩盘 然后整整往上崩了8000点 还在喊崩盘 对不对 因为按照过去的惯例 可能他抱着过去5年10年的历史教科书 告诉他说万点就是高点 他开始讲空 以为自己很厉害 讲万点讲说空啦 空啦 空到1万8 目前为止还在讲空 然后可能天天都跟你讲说 你看那个疫情很严重 未来要升息 昨天我有稍微讲过嘛 我说不知道投资人 你有没有看过大麦空这部电影 大麦空基本上 他是空房地产的商品 那前面他也是赔得很惨 整整赔了一年多 一年半 那我试问了 你不是这种大型基金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人 是小散户 是个体户 那你有沒有办法 针对一个指数 或者是一档个股 你连续空他空了一年半 你被嘎了一年半之后 然后后来开始下跌了之后 你开始跳出来说 你看我大获全胜 也许有一些大型基金 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可是你有办法吗 待会我们来讲期货 一般投资人你期货 你被嘎个30点 其实你就受不了了 大方向你要先站队 为什么我要先讲这件事情 来我们来看 我们就拿飞鸿这档做例子好了 来 我们看一个指标 叫做龙卷余额 第一个 这一档股票 飞鸿 尤其明显 目前为止龙卷有5000张 那你现在看节目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这5000张里面的其中一张 它持续创高 你就持续空 唯一你可以跳出来大喊 嘿嘿我大获全胜 拿出来表演的 其实就是今天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今天 好啦下跌1% 我们承认今天下跌1% 出来说你看我早就预测到了 下礼拜即将开始大崩盘 每天都喊崩 每天都喊崩 然后跟你讲说疫情 怎么样子 我跟你讲那一派的人 基本上 我们直接明讲 以前习惯做多 但是做多 常常输 为什么 因为按照过去教科书的经验 等突破再买进 有些股票这档运气好 一个波段 怎么样可以抓出 把运气变为实力 我跟你讲的 参照我们的指标 CV tracking指标 可是有一些股票是失败的 因为阻力拉1根是为了出货 很多投资人上了这样的档 于是他就说好啦 赌气啦我以后反着做 以后只要每一档股票创高 我就开始放空 大部分的经验就是这个样子 做空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来 所以永远都在喊空 永远都喊空 永远每天跟你讲崩盘 有危机什么之类的 股票跟期货基本上 每天都越电越高 大方向先搞清楚 所以投资人 你不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一张尤为夸张 一胜一负 谁败很明显 放空的人有赚到钱吗 跟你讲说 你看今天我们赚1% 果然大获全胜 有这样吗 我们是一个波段抱上来 所以如果你要去放空的 记得不是不能做空 而是你要用对的策略 好啦 个股的部分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有一点时间上半段 我们稍微讲一下期货的部分 这个期货的部分 我说每一次等到关键点 基本上我都会跟你跳出来讲大盘 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还是以个股为主 我跟你讲大盘的时间点 就一定是关键的时刻点 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时刻 跟你讲说17660 是有支撑的 你参照技术分析 来到这个地方 什么线 来导播稍微放大一点 什么线 黑K的时候刚好下来 打到我们的强弱线 表示目前为止 以中长线格局来讲 加权指数 咱们的台北股市 是强势的 甚至比亚洲其他的市场 都还要稍微强一点 还是比美股弱 因为美股早就创新高了 17660是一个支撑 尤其是你看到后面的云带 叫做正云带 对于整个盘式的方向 基本上是往多方发展的 好你说老师 你常常听别人分析 哦在那边什么什么 挤自己啊 每天分析一大堆 食物上呢 可能操作的一塌糊涂 分析分析的头头是道啊 跟你讲说 这边是挤自己挤自己 感觉好像很会分析 讲出来你都眼花摇乱了 但是食物上的作单 基本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最好的验证方式就是 我拿我这个礼拜 远的不谈 就拿我们这个礼拜 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我们怎么操作 这样子最实际嘛 第一个来 17660是支撑 我要抓转折 我要抓反弹 第一个 我可能会先选适合的商品 所以一开始 我先选择选择权 一小博大 大赚小赔 我买进的时间点 12月20号 分析了 就要出手 阿尼天的盘式 其实是一根大黑K的 走完三段式的整理之后 这个地方翻多了 翻正了 我们才买进 买进的点位 就是翻多了 我们才买进 等到刚好打到 我心目中的点位 12月20号 我们挂的是周旋 周旋就是快进快出 就是抢个短 抢个反弹 买进的点位在45 12月21号最高来到114 收也收在93 那我说既然是周旋 礼拜三 两天之前就结算了 所以没有人这么傻 回去报到结算 最后让券商帮你结算 没这么傻 后来12月22号的最高点 就在114 指数 加权指数现货有在创高 但是选择权没有 有些新手可能还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碰到结算了 再怎么样 你再怎么出 你这个地方一开盘 你就可以先做一个获利了结 不用等券商帮你做结算 也有一倍的获利 那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接着我怎么做 接着礼拜四 我们的信心就足够了 因为我们的期货 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以当冲为主 所以我们每天 就抓获利的空间 有兴趣你可以去看昨天的重播 昨天我们讲期货 昨天期货刚好还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冲上来 这个地方 昨天9点半发生这件事情 我相信投资者 你只要看着线图 你也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在洗那些程式单 因为程式单专门做突破策略 突破策略一根 放大量直接冲上来 不会是人为去买的 一定是程式单 最后这些 背后的主力作手 基本上就是要让这些程式单 去做停损的动作 所以因为大部分的人 程式单大部分怎么样 做突破 大部分的人 程式单自动的停损 都会设在那一根 红K的低点 程式单都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都清楚 程式单的程式是怎么设计的 被阻力玩假的 所以它昨天跌破了之后 那我知道那些程式单 阻力不在里面 阻力做这个动作之后 它是为了什么 为了之后的拉抬 所以咧 我们在这个地方 9点39分 还是跳空的喔 但是我们认为后面 仍然对多方有利 我们是在这个地方 代会员 我们是这个点位出手的 所以程式单停损之后 昨天之后 就轮到我们上场啦 再参考一些 大户筹码 均买是大于均卖 12月23 我们做一笔 正50点 那 礼拜五 市场上面细称的 叫做周五做空日嘛 也就是说 礼拜一到礼拜四 只要都是上涨的 大部分礼拜五 基本上 有赚钱的人 都会倾向于 获利了结嘛 所以我们今天的做法 也不用被骗 今天的一波冲高 就不是程式单了 程式单今天 可能不敢进场 今天大家会以为说 昨天继续创高 所以我今天做多也有力 你反而要更逆向思考 其实做期货 有很多美角 我真的要好好把握 12月24号 今天平安夜 来 我们的做法 又是领先市场 11点02分 我们今天也就只挂这一笔 18010上下2点 做空一笔空单 11点02分挂的 直到11点40分 这笔单才成交 不偏不倚 刚好来到17 不好意思 是18010 就刚好来到这个点位 然后一波下来 我们12点53分 空单回补 17960附近 市价回补嘛 今天差不多也获利50点 今天反而是周五做空日 你应该站对边 今天12月24号 所以我们也解释了嘛 今天盘式是修正 如果你加入进来 成为我们的会员 最好是两边的讯息都有 事半功倍 期货 期货 来今天就这两笔 昨天加今天就是50点 那基本上选择群的部分 就是赚1倍 因为 这个礼拜我们有推出了一个方案嘛 圣诞节嘛 配合公司的方案 我们推出这个方案 那这个方案 基本上也适合期货 大部分的人喜欢做个股嘛 但是这一个方案 今天最后一天嘛 今天是平安夜 过了当然就没有了嘛 好礼三重送 可以用在个股 也可以用在期货 投资人好好把握 下个阶段回来 我们再来做一个总结 运达投顾圣诞温馨礼 错过等明年最后一天 错过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堵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圣诞领声响 礼物三个来 好礼一 帮你出一半 好礼二 开红盘起酸 好礼三 神秘礼物 运达投顾圣诞温馨礼 错过等明年最后一天 错过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不好意思 解释几档个股 加上解释大盘的部分 就已经占掉一集的节目了 我们今天本来准备了好几档股票 要跟投资人分享 所以没办法 没有分享完的 我们只能在社群平台 跟投资人好好的分析 3624 你会觉得说 今天盘式好像不好 没有啊 你看我们跟你介绍的这些股票 3624的光洁 今天还是再涨7.58% 你买到一个好股票 选一个好的点位 今天就算盘式不好 还是有一些个股 可以让你持续获利 譬如说这段期间 我们跟你抓了许多标股 没时间了 2312的金宝 当然今天标的不是2312的金宝 是他底下的子公司 6282的康书 讲不完 时间也已经到了 投资人最后记得 如果你要跟着我们用这套策略 现在加入正是时候 因为为什么 刚好还有一个小折扣 最后一天 今天平安夜 好礼三重送 不清楚这个三个好礼 是什么的投资人 赶快拨打电话 线上服务人员都整得你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我们下周见 不及格别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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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